Hello大家好,我是我是小焦 今天这一期呢给大家分享一款特别好看的一款开衫连帽真知衫 还有一款特别百搭的牛仔裤 我们先看一下这款真知衫 这款真知衫呢它是个连帽款的 大家看一下一门金这里 它这里呢是个扣扣子的,是可以打开的 当做一个套头山穿或者开山来穿都是没问题的 我觉得还是蛮实用的一款 我买的呢这个是个米兴色的 袖子是个常规袖子 它的手感摸上去真的非常软弱啊 非常轻敷的一个面料 它是一个竖条纹的 挺有质感的 年貌的话我觉得穿上身的话就比较休闲 而且也是比较简离的 看一下后面,后面是这种竖条纹纯色的 它总共有三个颜色 我觉得每个颜色都挺好看的 我觉得米白色会更好看一点 我还买了个绿色,由于发货比较慢 所以呢我就先把这个收到手的这款米兴色先测评了 它这款弹力呢也是微弹的啊 是军马的,这是个米兴色 看一下细节和做工 细节和做工我觉得是这种一般的啊 也算可以 真知的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做工 现在我们来再看一下牛仔裤 这款牛仔裤呢是一个新款的 但是我觉得收到手 它的厚度呢我觉得比较是个春秋的季节啊 如果说稍微冷一点的话 里面肯定要叠穿一个打底裤在里面啊 这样保衡性更好一点 我们来先看一下它的整体的版型吧 这款颜色我觉得非常好看啊 而且它这款呢是一个做旧的颜色 牛仔蓝色我买的是S嘛最小号的 它是一个拖地裤 我觉得非常好看 所以我就忍不住入手了 不过这件裤子的话呢 手感呢是摸上去是非常轻浮柔软的啊 很柔软的一个面料 质量还是挺好的 看一下里面做工 做工也是非常工整啊 我们现在把这两件衣服呢穿上双 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吧 好我已经穿上双了 我们看一下 这款穿上双 我一米六个个子 穿上双它这个袖子还挺长的 是一种半遮守的 不过我像秋冬的季节 就喜欢穿这种毛衣针织衫的的话 就是这种半遮守的 我觉得很保暖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也可以把它这样收个边 卷个边上去 这样也是非常有纯次感的 我们来卷上去看看 我转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我觉得落下来会更有感觉一些 这个就看大家喜好了啊 我觉得这个裤子呢 真的是超百搭 穿上身我觉得好好看 而且它很耐脏 看一下整体吧 下面刚好搭配这款 我新入的这款灰色的老爹鞋 这样一套穿真的是太绝了 太好看了 不过啊 我先说一下 这款针织衫呢 我是贴身裳的 它是没有扎人的 但是它会有一点静电 因为冬天嘛 皮肤比较干燥 穿上针织衫 多少度有点静电的 看一下啊 前面扣子呢是可以打开的 如果打开一个的话呢 里面穿它掉 但是没问题 这样感觉 有点慵懒的感觉 你可以把它全部打开 给大家看一下 当成一个开衫来穿 也是没问题的 穿上身非常的简厉 这款针织衫 它也可以做雷搭 后期的话 也可以搭配一个 这种棉弧马甲 叠穿也是可以的 扣子设计呢 它都是这种 两粒扣子在一起 由于时间有限 我就先扣一顿了 给大家看一下吧 我觉得还是蛮细致的 搭配一款新入的小包包 小绿色包 添一点小青春活力 非常好看这一套 裤子呢 穿上身真的很轻浮 如果冷的话 你可以别穿一个 厚颜打底在里面 也是没问题的 小教理系视频呢 都是正式测评在讲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